昨天我们讲的很多关于证券市场的运作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重复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实际抓得非常好 我们刚才等啊等啊都等不来 现在进来好几个 你们现在不用再看了都已经讲过了 昨天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应该是 大家记得昨天我们讲的一开始的时候 是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交易所和发行的机制 各种各样 昨天有同学问我三种销售的方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第一种是代销 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吧 代销就相当于你帮人家卖方便面 在你们楼下 从这个供货商拿来 两毛钱一包 你把它变成两毛五一包 销出去一包就五分钱 这个就是我们的代销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是吧 第二个可能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是这个注销 和这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包销 注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注销实际上是我帮你卖 我以最大的这个努力帮你卖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是定好的 对不对 价格是定好的 卖多少卖完了之后还剩下没有卖掉的 我把它给收下来 这个时候和前面那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区别在于 第一个这个代销的风险都在发行商 发行企业这一边 对吧 后面的这个风险其实更多的已经转加到 这个证券公司的这个头上 那么和最后一个包销是什么区别 包销就是你不管是多少股票 像东方证券 对吧 六亿个股票六亿份股票全部把它给吃下来 但是有一个区别 这个价格是不定的 也就是说六亿份股票你把它给吃下来了以后 你能多少卖出去 你就多少卖出去 卖得越好 你的价格越高 你能赚得越多 所以说这个最后一种和第二种的区别是 第二种其实你赚的还是这个代销的手续费 只不过如果有一部分卖不出去 最后你要承担一部分风险 但是最后一个实际是什么概念 最后一个实际是六亿份股票都到了你的手上 其实等于变成了你的这个企业经营 你能卖多少价格你就卖多少价格 你要一张都卖不出去 全变成你的这个成本 所以这个风险和这个收益 全部都在这个最后 最后这个经销商的这个头上 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昨天课下来有好几个同学都问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了是吧 没有问题了 国内IPO一般是哪一种 国内IPO一般是哪一种 我也还真是不知道 我猜最多的应该是代销 应该是最多的吧 但是昨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报道 显然东方证券给这个长江 做的应该是报销对吧 所以吃下来了要卖不出去 这个成本就非常大 那么后面一个 其实讲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个有效市场理论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 有效市场理论说的是 你一般的来说 你不管有个人有多聪明 有多理性 有多少的这个信息 你都很难跑赢这个市场 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专家 即使你是一个分析师 往往你很难跑赢这个市场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现象 但是不是说有效市场理论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赚钱 显然还是有机会赚钱的 因为我们知道股票价格在不断地波动 即使是波动 我们假定每一个点都是均衡的 就是上去是均衡的 下来也是均衡的 这个当然是有效市场理论的这个极致 事实上当然是不可能 即使假是这样 也是有人可以赚钱 对不对啊 三块钱到三块二的时候 谁先这个采取动作 谁就可以赚钱 有效市场理论是说 不可能每个人都赚钱 到了这个均衡点 谁都赚不了 但是如果是你能比别人快一步 你就能赚钱 那么有效市场理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结论 推论 昨天我忘了跟大家说 昨天匆匆忙忙 就是一般来说 大家如果是去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 有过看这个基金的这个经验 比如说你们家里人说要做投资 做投资一般你会去 你会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投资 对吧 但是有很多人是自己 到这个市场上去买一个基金 说买一只基金 这个买基金的时候 一般都是根据什么来判断 你买这个基金 还是买那个基金 根据它什么 根据它的收益率 根据它的收益率 也就是说 根据它过去的这个 这个表现 那么你往往你在这个 它如果是推销它的这个基金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发出来的一个资料 往往会说 我们去年 这个在中国 这个市场排名第一 我们去年这个回报率最高 我们这个投资最好 对吧 它能说服你的是什么 它能说服你的就是我们去年做的最好 我们前面三个月做的最好 但如果你要信了有效市场理论 那就完蛋了 有效市场理论说 一个基金 如果它前面 得了第一 接下来再得第一的概率 已经是低到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然 两次就很难说 但是曾经有人做过 专门做过分析 对国际市场的基金做过分析 很少发现在国际上有一个基金 连续三年都能在市场上排名前三名 这就是实际就是有效市场理论 如果你能连续三次 连续五次 连续十次 都是排名第一 说明你有比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除非你是内部信息 那个我们不能算 对吧 内部交易是非法的 是不可以的 但如果是真正是一个有效市场理论 没有一个单个的个人 一个基金可以完全跑赢市场 所以你如果要去买这个基金 不能简单的来看说 它去年是最好的 我今年再买它的 如果这个有效市场这个假设 如果是成立的话 往往是它 今年可能就不行了 连续三年 一直是最好的 这个基本上是都没有的 但是 这个昨天我也讲了 这个有效市场理论 有很多正面的支持的证据 但是也有很多反面的 反对的证据 其中有一个例子 昨天我们也讲到了 就是当一个新的信息 被公布的时候 市场价格会不会波动 就举个例子说 这个吉利买了这个Volvo的时候 吉利的股票会不会动 不会动 为什么不会动呢 不知道 如果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析 它当然应该是会动的了 对吧 吉利买了Volvo 它的股票肯定会动 只不过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会往正面动 还是会往负面动 如果投资者认为 他买了Volvo以后 对他以后的技术有改善 以后的产品的质量会提高 也就是说 这个公司的前途会看好 这个吉利的公司的股票 肯定就涨了 对吧 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 你买了一个吉利 大家都知道 买了一个Volvo 知道这个公司的车是不错 但它总归老在换东甲 说明这里头有问题 而且我们又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钱去买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成本给消耗掉 那么这个成本增加了以后 昨天我们说的 如果你是买股票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如果你是股东 你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公司买了之后 你支持这个老板 李舒福如果去买Volvo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买了这个Volvo以后 能增加我未来的这个分红 我的股票价格才能涨吗 股票价格涨 对我来说才有好处嘛 对不对 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 你花了这么多钱 什么时候赚钱还不知道 财务成本就上来了 财务成本一上来 大家分红的钱就少了 分红的钱就少了 你的股价就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问说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 但是有效市场理论是说 登到李舒福 登到这个吉利公司公布的时候 股价已经不会变了 为什么不会变了 因为市场老早都已经消化掉 这个信息了 这个最突出的是什么 最突出的是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 大家知道 当然大家都不知道了 对吧 这个北京奥运会 这个开会以前 国际资本市场 有很多关于这个奥运会的 这个投资策略 如果北京要办奥运会 如果你是一个策略师 你会推什么样的股票 建策略 钢 油 还有什么 汽车 什么 旅馆 旅馆 酒店 对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当策略师 策略师写的大概也就是这一些 因为他看到的其实就是两条 对吧 这个中国要办这个奥运会 大家都认为是一间大事 大事首先一条 中国政府要花大钱 把这个场馆都给建起来 北京外国人要来说 这个要来这么多外国人 首先要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交通搞好 所以要修地铁 要改造这个公路 做很多投资 所以你要是一个公司 你想说这个公司应该值得买 怎么去忽悠投资者 说这个公司 他们可能会拿到北京的项目 或者可能拿不到项目 可能山东可能有项目 因为我们的这个翻船比赛在山东 青岛 是吧 反正就是各种联想 有很多都是非常遥远的联想 但是总而言之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肯定是要大心涂沫 对不对 第二个你们刚才说的 就是跟旅游 跟消费有关的项目会增加 因为外国人都要来 外国人都要来 大家都知道 奥运会是在2008年8月8号那天开幕 晚上8点钟 但是很多这个旅游 可不是就那一天来的 很多人一年以前就来了 说北京要开奥运会 我们都去看一看 完了之后有很多人来 所以这样的这个股票 市场上就会比较看好 最后到底能有多少 说实话都不知道 但是等要开奥运会的时候 你再买这个股票 还能不能赚钱 不能赚钱了 最早是什么时候 大家知道买这个股票了吗 几号 深奥成功那一天 沙马兰奇是在哪儿 是在莫斯科 还在什么地方 在莫斯科 说北京 等他说北京的时候 我客观地告诉大家 你在买股票已经晚了 就是市场就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觉得中国有希望 很多投资者都已经进入了 赚钱嘛 怎么赚钱嘛 你都跟着人家后头 这是为什么 赚钱的大多都是机构投资者 等老头老太都知道的时候 北京奥运会都开完了 他们说 好像这个是对这个有好处的 所以他总是跟着别人后头 别人要出来的时候 他才进去 这是我刚才为什么的 有效市场理论 就是很多信息 都已经提前消化掉了 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 看不出来 这是有效市场理论 但是呢 事实上是不是完全一定是这样子的 也不见得 你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吉利购买Vovo 吉利购买Vovo 如果是真的这个一宣布 到时候大家看见市场 还是会有波动 还是会有波动 说明这个信息消化的不充分 不充分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原因就是 因为原来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 说原来大家都传 比如说买这个Vovo 花了不知道 比如说五亿美金 举个例子说 我现在忘了花了多少钱 最后宣布出来的是说八亿美金 那市场就可能做调整 对吧 也可能就是 一宣布有很多人 原来都来不及这个做反应 我刚才说的老头老太 都一听见这个电视上一说 就去买股票了 这样的人一多 股票价格也就来回的波动 所以说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到底这个有效市场理论 有没有用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有很多问题 但是它的这个基本准则 还是管用的 最后没有用 我想跟索罗斯说的 他的这个话有关系 索罗斯的基本的这个理念 就是你不能光看数学公式 来数学模型 来这个预测市场是会怎么走的 因为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就是人是会思考的 会有反应的 第一次是这样 你用模型把它模拟出来了 第二次 你想用这个模拟的这个模型 再来预测未来发生什么 往往人的行为反应改变了 因为他有第一次的这个教训 他会总结经验 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就改变了 那么他说的这个方法很好 就像我们说 小概率事件 黑天鹅 值得我们大家非常认真的学习 如果要 尤其是对要做金融的 但是难是难在什么地方 难是难在 我知道这个有问题 但是没有一个替代的工具 对吧 比如说我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石油价格 现在石油价格都已经多少了 多少 105 105了之后 现在大多数人预测 可能还要往上走吧 最极端的说要到200美金 那有的时候可能少一点 这个时候 大家要看这个黑天鹅这个书 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 说明的是 大家都认为往上走的时候 什么时候可能会往下走 这个从哲学的这个范畴来看 很容易理解 没有一个价格是可以一直往上走 也许就走到200美元了 也没关系啊 到了200美元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认为 会往300美元走 金融市场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总有一天要下来 我们知道小概率事件会发生 最困难的这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所以说你比如说 今天105美金 你就说小概率事件快发生了 你就卖空这个石油 卖空石油 可是三个月下不来 六个月下不来 一年可能还下不来 所以这个黑天鹅理论 能够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可以避免一些损失 避免一些风险 但是怎么样赚钱 还是每个人的造化问题 所以又回到前面一个 有效市场理论 你光有一个很好的模型 能不能有用 不一定 今天我们比较简单 因为回头我们还要讨论 大家一起做测验 那么昨天我们讲的是 证券市场开了一个头 然后我们讨论了股票 今天我们也要讨论 这个债券市场 但是我再说一遍 昨天讨论的很多内容 包括有效市场理论 包括理性预期 包括有一些定价的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 其实跟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有很多类同的地方 只不过是 它的这个产品形式 有一点不太一样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特性 当然这个它的参与者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区别 那么首先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债券市场 我们在这个overview的时候 在这个概论的时候 和我们讨论过简单的 债券市场的形式很多 各种各样 有政府的债券 公司的债券和金融债券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 短期债券 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 担保债券 信用债券 固定利率债券和浮动利率债券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债券 债券和股票最大的不同 是什么地方 有谁知道吗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债券 你其实拥有的是债券 所以你就是这笔钱的这个债券 股票你相当于是拥有这个公司了 只不过是你的份额比较少 对吧 那么这是为什么一般说 股票的风险比较大 但是股票的回报也比较高 因为你可以参与分红嘛 企业赚钱了你就分红了 你这个债券是一般来说 他说这个给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3% 5% 那就是3% 5% 不变化 当然你要是在二级市场上 这个一流转 这个回报也会变化 但是你要是跟初始的 这个发行者这个相比较 没有变化 你不拥有这个公司的这个产权 你也不能影响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 股票就不一样 当然我们一般个人买的股票都很少 所以你很难说 尽管他也会给你发 到年终的时候给你发一本书 说我们开股东大会 请你们每个人都来开会 但事实上你的这个比例太小了 所以你基本上都影响不了 能影响的 能影响的是那些大的这个公司 比如说养老金这个公司 保险公司 这个像这些基金 包括还有这个共同基金 他们的这个基金精力 有的时候就影响力非常大 因为他如果是拥有一个大公司的 8% 10% 那就不得了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CEO 那就得换CEO啊 要不然我就抛了 你想一个公司的 这些大公司的有人抛10% 那这个市场就不得了 而且他一抛 你知道市场上有很多小股东 都在看着这些大股东 大股东一抛 小股东跑得还要更快 所以这个市场就有影响 所以你有一定的这个股份了以后 你就能影响 当然这个影响 其实和他的这个回报 其实是有关系的 相当于你也可以承担责任 对吧 你可以承担责任 有一些大的这个公司顺制 可以任命这个股东 到这个董事会上去 但是这样的话 做好了你可以多赚 做不好 你要跟着一起赔 债券相对来说 就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这个信用工具的这个定价 如果大家还记得 昨天的这个公司 应该比较容易 我们所说的这个定价 是说在市场上的定价 市场上的定价 这个R实际是你的回报 你能得到的回报 或者是你可以得到的这个回报 有的时候就是市场利率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预期的这个利率 这个A是你的每次的这个付息 或者是你的这个回报 只有这个债券 那么你的这个价格 有点像我们昨天所说的内债价值 估值 这个债券值多少钱 昨天大家还记得我们所说的 这个证券值多少钱 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由它未来的这个回报 全部贴现到今天的这个价格 对吧 债券是这样的 股票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唯一的区别就是 到期了那一笔钱怎么算 到期了这笔钱 有的时候如果是持有到期 这个钱是固定的 持有一段时间 这个最后一笔钱是不固定的 因为你要在市场上卖 有的时候卖高 有的时候卖低 对不对 唯一的一个区别是 你要是持有70年 基本上你都不用考虑 它最后还有多少钱 因为它不管是多少 贴现过来就都没什么钱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给省略掉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跟刚才那个公式的一个延伸 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债券 它是怎么样的这个计价 定价 我想就不用具体说了吧 实际上跟昨天我们讨论的 这个概念差不多 稀票债券我们都知道 给你一张债券 每年给你一笔利息 就是这样的一个债券 第二个永久债券 就是给你一张债券 每年给你付利息 但是永远也不到期 但是真正的永远不到期的债券 大家见到过吗 美国是吗 对 有是有比较少 但话说回来永远这种词 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吧 只不过是在我们想象 这个空间 时间区间内 大概没有 那么最后你把它变成 无穷大了以后 最后演化成了一个公式 就是A除上R 至于怎么推出来的 大家可以回头看 折扣债券那就更简单 折扣债券 因为中间不涉及 这个付息的问题 你今天买了是多少 只要你持有到期 到最后一天 给你一千块钱 就一千块钱 那么这个钱 折扣贴线到今天 就是你这个债券 值多少钱 债券和这个股票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股票一般都没有评级 没有一个统一的评级 债券一般有评级 为什么我们需要信用评级公司 为什么需要信用评级公司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大家都投这么多的钱 但是我们都不了解 其实大家想一想 这个信用评级公司 其实和我们投行的这个研究部 有类似的地方 但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个信用评级公司 它实际上是 给你去了解市场 然后来分析 这个证券的风险 然后给它一个集 这个集当然是 公共大家都能理解的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实际上是标志 它的风险程度的一个评级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 它的这个功能 和证券市场的这个研究部 有一致的地方 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投行分析师干什么 投行分析师他能做的 就是他能解决一部分的信息不对称 对吧 投资者不知道 公司知道 但是每一个个别投资者 不可能大家都去了解这个公司 光看报纸是看不来的 对吧 有很多是需要做很多分析 数据的采集等等 那么它实际上是 把它给商业化 只不过是股票分析 一般都比较分散化 债券的信用评级 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我们知道全世界 就那么两三家 属于是这个比较 比较有权威的 国内现在好像也有 但是我不是非常了解 好像已经有一些这个评级公司 总体上来说 他给你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工作 就是给他一个级别了以后 那么这个公司投资的人 就可以根据这个风险的程度 评级来决定我要不要投 一般来说当然很简单了 评级越高 风险越低 投资回报也越低 对吧 这个评级越低 它的风险越高 它的投资回报也必须高 才能做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评级到底看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 对吧 你看一个公司 看一个银行 我觉得最主要的看 大概是看一个发债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除了资产负债表 当然资产负债表 你可以动态的来看 动态的来看 你就要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对于信用评级来说 最重要的是这个风险 常债能力 资信 声誉 和它的破产的可能性的这个大小 比较这个有名的 当然是这个 Moody 和Stand Paul 我每次看见这两个名字 都想起来 我有个朋友 是个泰国人 他是这个 在97年以前 他是泰国一家银行的董事长 然后泰国出了问题之后 他的银行就出了问题 然后每次请他发言 他就会说 你看这些评级公司 都是Moody Stand and Paul 难道不能起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吗 听起来都是这个 非常压抑的这个名字 他的这个评级 比较简单 两个公司 这两个公司当然是属于是比较典型 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公司 那么他们的这个标志不太一样 但事实上他的这个分级是一样的 就是 有问题吗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 这个所有的评级里头 从三个A到最低 一般是三个C了 当然也有个别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D级的话 一般都可以不用考虑了 对吧 不用他来评级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D级 所以这个到三个C 一级一级的往下走 风险越来越高 回报也越来越高 那么最关键的中间 画一条杠 在两币 或者是BA 这一级以下 都是投机级的这个证券 三币以上 都是属于投资级的这个证券 那么实际上这个分 也是一个人为的 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 对吧 所谓的三币和两币之间的区别 三币和单A之间的这个区别 本身就是你的一个 一个主观判断的这个概念 那么 这个信用公司 信用这个评级公司 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我们比如说哪一天 要到市场上去买 某一个公司的债券 举个例子说 ICBC要发行金融债 我想买 我怎么分析 当然你也可以像 市场上的老头老太太那样的 看报纸 二道贩子的这个信息 来做判断 有了这个信用评级以后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致的这个看法 降低成本 坏处在什么地方 坏处很多 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 发现信用评级公司 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信用评级公司 使得我们的很多投资行为 都是一窝蜂的轴 对不对 股票市场 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证券公司 在分析 这个分析师说好 那个分析师说不好 然后基金经理都去做各种不一样的判断 在证券市 在债券市场上 因为他的这个信用评级公司 相对比较集中 所以一个公司说好 大家都去买 一个公司说不好 另外一个公司也会跟着这个下调 大家就都不买 在市场上形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机制 现象 我们叫顺周期现象 机制 市场的顺周期机制 就是市场好的时候 这个公司改善了 大家都愿意去买这个债券 那么结果是什么 把这个价格买得越买越高 越买越高 对吧 简单的来说 价格是有什么决定的 供求决定的 供应我们假定它不变 需求越多 价格就越往上走 越往上走 回报当然就下降 对吧 当某一天 市场往下走了 这个标准 标准普尔或者是目的 就开始改了 说有风险 一家公司一改 另外一家公司也改 投资者怎么办 全部跟着抛 这个跟着抛 并不是完全是盲目地跟着抛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基金经理 如果你是基金经理 如果是你持有很多这个公司的债券 它的价格往下走了 评级公司 把它的这个信用评级往下调了 你没有抛掉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因为有很清晰的市场信息 评级公司都告诉你的 你没抛掉 你赚钱了没关系 但是你没抛掉 你赔钱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你为什么没抛 都这么清楚的这个信息都在外头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导致了 非常严重的这个顺周期机制 顺周期机制我们可以想象 也就是泡沫的时候 泡沫的不得了 往下调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崩溃 当然我现在说的比较极端 我们以后分析金融危机的时候 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 信用评级公司受到很大的攻击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导致了很多这个羊群行为 大家都跟着一起走 但是信用评级公司 受到攻击的最重要的原因 还不是这个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哪儿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它的收费机制 我们昨天已经说了 证券公司投资银行 怎么赚钱在二级市场上 通过代替这个客户 对吧 买卖股票 比如说我们分析这个股票 这个基金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 那我就请你来买卖 这个买也好卖也好 这样我就赚钱 我对谁负责 我对基金投资者负责 对吧 信用评级公司对谁负责 对发行的机构负责 因为它是要收费的 它要收费 所以你每一个公司 比如说我是这个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要在威名湖旁边 修一排这个坐的椅子 晚上的时候把灯开亮一点 但是没钱了 灯开亮不是说一定要照着你们 是吧 这个需要一笔基础设施的投资 投资我们没钱 那我们有的人就建议说 北大可以发一个债券嘛 对吧 我们信誉非常好 我们也有收入 照这么多学生 这学费都哪去了说 今年没有 明年可能还有吧 那么你就去到这个市场上去筹资 发行这个威名湖这个债券 但是这个债券 你不能说我发行就发行 我首先要发行 我有一个条件 需要一个评级 对不对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请谁来评级 我是请目的呢 还是请标准普尔呢 还是请另外有一个中关村信用 谁都可以啊 谁都可以啊 这个时候我是请他 我是要出钱的 因为我有了这个信用评级 我才能去做生意 我才能筹钱嘛 对吧 这是我一个先举条件 所以我必须出钱 但是我可以决定 请谁来给我做这个评级 当然你要是国债 那你就没什么选择余地 那么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信用评级公司 在帮公司做 帮这个债券做评级的时候 它评的这个产品 是它的客户的产品 对不对啊 也不排除我们北大这个 卫明湖这个债券要发的时候 我们请三家信用评级公司 来谈一谈 说你们觉得都是几级啊 有的说 学生多是多 钱不太多 大概就是一个投机级吧 对吧 也有的人说 他们的校长很厉害 能从发改委拿到很多钱 所以应该是一个级比比较好的 当然每个人都愿意要 评级比较高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比较 级比比较高的 我就说请他做呀 级比比较低的说 对不起我们已经有人了 这样的话 大家都已经很明白 对吧 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激励机制 我也不知道是偏高还是偏低 但总而言之来说 这里里头有一个利益冲突在里头 你的客户 你要评的这个产品 是你的客户的 你评不好 你可能这个客户就走了 这样一个机制在里头 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金融危机以后 要做很多的这个 很多改革 所以要把这个机制给改过来 但现在为止 其实还没有很好的设想 怎么改变这种信用评级公司 是对你的这个 这个产品的发行商负责 而不是对投资者负责 我们通常的很多分析公司 一般都是对投资者负责 而这个恰恰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产品 所以大家知道去年 去年这个第二季度的时候 发生了很严重的 希腊的债权危机 对吧 这个评级公司就是 在前年年底 去年年初的时候 一家评级机构往下一条 大家都跟着往下走 所以本来大家都觉得没问题 一家公司发现有问题 后来大家都觉得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 对这个信用评级公司的 这个指责 这一次金融危机 是说他们胡乱评级 胡乱评级 尤其最明显的 大家听说过次债没有 听说过 次债就是 首先是次贷 对吧 就是安基 就是借了钱去买房子 借了钱去买房子 一般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 到银行 银行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自己有多少钱 你赚多少钱 你要借多少钱 所以他要分析 你的资产负债表 对吧 然后他才能决定 借不借你钱 他们是有一个打分的制度 就是根据你的资产 根据你的职业 根据你的收入 根据你的各方面的信息 然后对你的信用 做一个分级 多少分以上可以借钱给你 多少分以下就不能借钱给你 后来在美国发生的就是 多少分以上的借钱给你 多少分以下的也借钱给你 这是我们所说的赤蛋 就是本来他是不应该借到钱的 结果他借到钱 简单的这个 我们这个简单的这个简称叫Ninja No Income No Job No Asset 也能借到钱 所以这个现代金融也是蛮厉害 什么都没有还能借到钱 那么银行不是 并不是都是傻瓜呀 你把这么多钱借出去呢 你自己你是银行家 你就会知道 今年没问题 明年怎么办呢 对吧 那么理论上来说 银行是不愿意借这样的钱 但是银行后来都借了 为什么都借了 因为像抛篮球那样的 赶紧把它给抛出去 抛出去了就是别人的事情 怎么抛的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我们这个中关村有一家银行 找了很多这样的Ninja 带了款给他 房子都买了 手续费我也收了 对吧 比如说是一亿块钱的 一亿元的这个这个次贷 这个钱放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 那你是知道的 除非你是一个糊涂银行家 你是一个有脑子的银行家 你知道以后可能要出问题 最好的办法 把它转到别人的手里头去 怎么转到别人的手里头 首先把这个资产转到一个 所谓的叫off balance去 它得有一个special purpose vehicle 特殊目的机构 把它从它的资产负债表上给转走 转走了以后 到了这个特殊机构 特殊目的机构 今天吃饭的时候话说多了 特殊目的机构 当然它的目的不是 把它留在特殊目的机构 它的目的把它放到 那个机构的帐上 是要把它给做转化 怎么做转化 就是用这个资产来发展 当然也可以发股票 那么这个时候 以这个做抵押 这个贷款 买这个贷款的人看的是什么 买这个债券的人 他看重的是什么 看重的是这些安基贷款 以后是有还款的 对吧 它的支持就是还款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对不起 刚才说的这个未来的现金流 对吧 所以到最后这个银行 这个 成立了这个特殊目的机构 把这些债券都发出去了 最后都是谁买去了 中国可能没买太多 应该是很多亚洲的 中东的 欧洲的 这个包括其他地区的 这个很多银行都买了 尤其在香港新加坡很多买了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说这个 什么叫这个 次贷未及 次贷未及 次贷未及的这个 就是现代金融的这个国际化 在加州有一天早晨起来 某一个这个房东 把他的这个车钥匙 放在这个信箱 门口的信箱里头 两个人开车就走了 走了是什么意思啊 他还不出贷款了 还不出贷款了 他也他也实在还不了了 欠的钱越来越多 他就开车就走了 也就是说这笔钱 就变成坏账了 但是这笔坏账 最后体现在 谁的资产负债表上 体现在新加坡 或者是东京的 那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因为这个债 全部到了他们手上 那么 信用评级公司 在这里头发挥的什么作用 信用评级公司 发挥的作用就是 当这一笔赤债要发行的时候 请一个公司来做一个评估 评估当然 他说你这个债不行啊 这个债有脑子的人觉得 以后回报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您讲嘛 对不对 你以后靠什么来还呢 但是他说 我把它分级 举个例子说 我一个产品 我刚才说的 一亿 一亿块的贷款 对吧 我这个一亿块的贷款 我把它分成十级 我把它简单一点 我把它分成五级 五级相当于是 每级都是两千万 所以你在发行资产的时候 你有这个五块不同的资产 从上往下 越上面信用评级越好 越下面信用评级越不好 当然了 越下面的时候 你要卖的越便宜 潜在的回报越高 对不对 那么当初这个 当初这个信用评级公司 受到攻击的 最严厉的是什么呢 是说这样的赤债 有很多的3A级的评级 那现在回过头来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赤债 怎么可能是有3A级的评级 都是没工作的 没收入的 没资产的 这个人借的钱 用这样的这个安基贷款 做抵押发行的债券 结果评出一个3A级的资产 大家是不是觉得 信用评级公司 这个胡乱评级 有多少人认为是胡乱评级 就三个人认为是胡乱评级 其他人认为都是合理的 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简单的说 这就是一个胡乱评级 对吧 但是你站在当初的情况 不那么简单 不那么简单在什么 一笔资产 我现在刚才说的分成5G 刚才说的越上面的评级越高 回报越低 风险越低 越下面的 回报越高 这个评级越低 它为什么同样的一个资产 把它分成5G了以后 5块不同的资产了以后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在风险 在回报 在评级上有差别 关键就是一条 一亿元的资产出去了以后 如果其中有一部分出了问题 首先从下面冲销 最下面的股权级的资产 举个例子说 我们刚才说的一亿元的资产 对吧 如果一千万出了问题 一千万出了问题 回不来了 最后怎么办呢 把最下面的一千万 就给冲销掉了 所以最后最下面的 就剩下两千万了 如果是三千万出了问题 四千万出了问题 四千万出了问题 下面两层都没了 对不对 上面三层还在 那么对信用评级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 理性的信用评级公司 你要做的工作就一个 就是评估一下 有多少概率 这个资产要出问题 你认为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对吧 但是是多少概率 所以合理的概率 如果是当初 当然现在大家看都觉得 肯定是要出问题 而且大部分都不行了 但是你如果当初来看的话 很多人说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假定说百分之六十的资产 这个概率 这个资产要出问题 那么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有风险 最上面的一块 实际是很安全的 因为你的假设是 是要出问题 那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说我的判断是 百分之八十要出问题 这是很严重了吧 百分之八十要出问题 我认为最严重的情形 就是百分之八十要出问题 那就是说明 最上面的两千万 是很保险的 所以最上面的两千万 给它一个3A级的评级 没有问题 当然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 觉得也不行 对吧 3A怎么可能呢 这个赤债还是有问题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明的是 我们有很多 对信用评级公司的 这个指责和攻击 不完全都是那么有道理 因为最关键的就是 你对这个风险的评估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 这个概率 每个人决定是多少 现在大家都说了 说评级公司 怎么连这样的事情 都看不出来呢 可是有多少人 在05年 06年的时候 04年的时候 03年的时候 看出来这是一场大危机 我所知道的人 唯一一个 从00年开始就说 有大危机的一个人 就是Rubini教授 纽约大学 最后给他得了一个奖项 但是他是从00年 就开始说这个有危机了 一直说到07年08年 终于被他说着了 有的人调笑说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里头没有钟 大家都知道 即使是一个坏掉了的钟 一天也有两次是对的呀 当然这样说 对这个Rubini教授 是不合理的 他显然是看到了很多风险 但这个和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小概率事件是一样的 他看到了风险 他认为要崩溃 美国经济要崩溃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崩溃 对不对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 谁看到了 没有多少人看到 在07年以前 很多人认为 美国可能要发生危机 金融危机 从来没有人说是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 都说可能是美元危机 所以现在 这个internet 这个互联网发展了 好是好 大家交流比较方便 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偶尔说过一次话 很容易被人给翻出来 有的时候我上网 我自己一不小心 就把我08年说的话 就翻出来了 08年年初的时候问我 说这金融危机 对我们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说没什么影响 因为08年年初的时候 07年年底 08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美国的经济学家说 这个问题不太大 他们每次都估计说 可能有6000亿的美金 要损失掉 可能有一万亿的美金 要损失掉 可是这样的钱 对于美国资产市场 当初我记得一个 最突出的例子是说 可能1000 因为这个6000亿可能要损失掉 6000亿相当于美国的 总的银行的资本金的 百分比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我现在忘了 可能是0.2%吧 如果这样的一个数字告诉你 你觉得会不会出大问题 可能你觉得不会出大问题 那它不会出大问题 对我们中国会有大影响吗 我也觉得不会有大影响 所以很多事情 要再放在它当时的情形来看 我觉得它做的这个 当然3A级 这个是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并不是就是 这个评级公司就胡乱这个评级 你如果理解它是怎么评级 它下面的评级就是非常低的 它认为就很可能出风险 出问题 但是它的前提是 它评估了一个概率 这个概率它评估了以后 它认为上面的资产 这个风险不是特别大 所以信用评级 在我们的这个 对不起 在这个债券市场发展 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这次金融危机以后 我们对这个信用评级 这个体系有很多反思 到底怎么改 说实话 现在还是没有特别清楚的 这个方案 但总体上来说 我们已经看出来 肯定是要做这个改革 这两个 这上面两个 我想不用具体再谈了 上面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股票和债券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你股权筹资和债券筹资 在多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很多经济学理论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没有具体地写上文献的目录 有兴趣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看 它实际上就是说明什么呢 简单地你把资本作为钱来看 股权和债券融资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你看具体的功能 从资本的结构 它发挥的作用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其中的一个差别 这个上面写的第二条 债务融资 大家想象 这个在税收上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股票分红 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一定是在税后才能分红 对吧 税前你不能分红 你这个分红分红是你的红利 红利是你要交完税才能分 还税的话呢 还税是你的成本 成本可以在你的交税以前 你先把它给还掉 所以从税务上来说 它也是有好处的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 对产权 对这个红利 对这个企业回报 对资产 这个不同的权益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至于说债券融资和银行贷款相比 它们的一致的地方 就是它们都是借钱 对吧 区别在什么地方 区别在于这个成本 还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来说是银行的借钱 贷款贵一些 还是债券贵一些 债券贵一些 我刚才听说 一般当然是贷款比较贵一些了 债券市场的 当然也有 也有这个返利的 我是说通常情况下 这个融资的成本 肯定是要直接在市场上融资 要相对比较便宜一些 我们国家 如果我们现在看 举个例子说 一年期的这个银行贷款 利率5% 基准利率6% 对不起 6% 我们一年期的这个 债券市场利率是多少 现在谁知道 我也不记得 肯定是要 肯定是要低很多 原来是五年期的 我记得是3.5% 所以不太一样 那么更重要的是 债券市场 你进入债券市场了以后 实际上你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市场的价格信号 在市场上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这个和贷款是不一样 贷款你就是到银行 借一笔钱回来了 银行可能对你有评估 但是这个不是在公开的市场上 对你做一个定位 但是你的资产 在市场上一交换 你有资产的价格 你的风险 你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 都会集中的体现在 你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里头 美国公司债券市场的这个特点 应该是说在美国这个债券市场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融资渠道 公司债和这个政府债国债 加在一起要远远超过 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已经看了 要远远超过它的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份额 债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融资的这个工具 那么债券市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形成市场利率 对吧 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市场利率 各种各样 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利率结构 给我们的这个信号 都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说 有很多人 比如说看这个经济好不好 一般来说 这个市场利率 是短期利率高 还是长期利率高 长期利率高 大家有没有看见过 短期利率超过长期利率的时候 有 什么时候会发生 经济快 经济快衰退的时候 一般来说 当我们叫这个 叫inverse 因为一般的这个收益率曲线 是这样子的 对吧 当然从你们看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越这个期限长 这个这个收益率越高 当它某一天给倒过来的时候 那很多投资者就很担心了 我们看一些这个资料吧 那么这个上面是一只消息 是关于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人民银行的数据 2010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 人民币债券5.1万亿元 增长3.1% 这个应该说还是挺小的 增长率还是挺小的 那么下面看有各种不同的债券 国债 政策性银行债券 短期融资券等等 每一种的这个债券的产品的这个发行量 都有上升 跟上一年相比都有上升 总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市场 其实是在不断的发展 但是可见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特别快 大家知道我们的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 要远远超过这个 是吧 我们也知道了这个M2的增长速度 要远远超过这个增长速度 所以市场显然在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不是非常快 从这个上面 我看更好的应该是看下面一个 这个两个都可以 就是债券市场 一般在中国所说的债券市场 其实我们有两个债券市场 一个是在交易所做的 一个是在银行间拆借市场 大家可以看出来 原来基本上都是在交易所 现在越来越多的转到了银行间的交易市场 这里头恐怕有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企业债还不够发达 如果大量的企业债以后发行了以后 恐怕越来越多的可能会转到 还是会回到这个证券市场交易所来交易 这个是企业债券不同的这个数据 好像少了一个图 没有关系 其实可能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这个债券的这个构成 我们中国的不同的债券的构成 最上面那条蓝线 是我们的国债 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债券 基本上都是这个国 都是国债 是吧 但是后来其他的债券的这个形式就发展起来了 发展最快的是什么 央行票据 这一条黄色的这个线已经远远超过了 远远超过 它几乎大概是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央票增长这么快 那个上面看不出来吗 不太清楚 没关系 这个央票为什么发了这么多 控制通货膨胀 应该说央票 央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收流动性 对吧 就是公开市场操作 什么叫公开市场操作 就是央行在市场上 发一批央行票据 很简单的道理 把我的央行的票据出去的时候 钱就进来了 当我的央行票据把它给收回来的时候 钱就出去了 所以它主要是为了控制流动性 但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外汇市场的干预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动性在外面 因为我们买了很多外汇 对吧 外国人的钱进来了 他们以为我们的这个 他们认为我们的人民币要升值 钱都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我们央行不希望 这个人民币升值 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就买这些外汇 买外汇的时候人民币就出去了 这么多的人民币在外头 你就担心会有通胀 会有其他一些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发行很多的央行票据 你看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2002年以后 才开始突然爆发的一种资产 这个和我们汇率市场的干预 有紧密的关系 当然以后我们公开市场操作 显然会变得越来越活跃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两个是要我讲的 还是要学生做的 可是这已经是最后一章了 现在几点我看一下时间 首先我再说一下 你们不要紧张 就是随便测验一下 我讲了这么多 你们也写一会儿 第二 现在是8点53分 我们给大家17分钟时间 够了吗 够了哈 也就是说 9点10分的时候 把这个你的答案放到这儿来 我们助教在哪儿啊 有谁没指的话举手 在这儿都需要指的 你们把手举高一点 如果需要指的话 不要写得太长 说清楚了两三句话 三五句话都可以 不要写成长篇大论 别忘了写上你的名字 写上你的学号 谢谢大家